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你管讲到健康 家里头有两个地方 最潮湿也最容易滋生细菌 一个是厨房 一个是浴室 然后很多婆妈妈 会有各式各样的清洁用品 清洁剂 然后以厨房来讲 有一些东西是清洁油污的 有一些东西是清洁某一些污漬的 然后各式各样的洗剂跟清洁剂 究竟要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 待会这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江索山医生 大家好 再次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刘靖之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皮肤科的医生好朋友 蔡益山医生 哈啰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罗佩玲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谭中词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秋香老师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江医师 我刚刚讲破破妈妈妈 有两个家里头的地方 最多清洁用品 一个就是厨房 一个就是浴室 然后厨房浴室也是最容易潮湿 这种滋生各式各样的黴菌细菌的 那厨房更麻烦的是 有些时候你还真的免不了一些油烟 那有一些油漬是不好去除的 厨房里头这个要照顾好所有的这个环境 跟食物的健康 真的也并不容易 没错 厨房在台湾的厨房 大部分都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空间 那要分区 分流 维持它的无菌状态 其实是有相当的技术困难 像我碰过一个五十几岁的年轻的太太 她本身有 家里有开火 晚餐都自己开火 那她就是有一次发现了一个很奇怪 翻她来拿药的病例 我说奇怪 你怎么一个月来哪一次 中间又看了两三次门枕 一看三次都拉肚子 我问她你干嘛 你肠造症 为什么拉了三次肚子 没有呢 我平常都很好 可是就在就是拉肚子 拉做好了也都很好 也没有什么腹脏 腹痛 血便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肠造症 我要问她一下 那你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你常常吃生的吗 我们家不吃生的东西 我也不敢吃生鱼片 那问了半天 你还发现她有个很特别的习惯 我们所谓的砧板 都会想要说生熟分离 分开 对分开 那她在她的认识里面 她认为那个生石砧板 既然是生的 所以她水果 事实上就是用那个生石砧板切的 可是这些就有个误区 你知道吗 因为水果你切完之后 你通常没有办法再消毒 对 你就要吃了 对 这水果其实是应该要用熟石砧板 对 那她本身那个生石砧板 她还忽然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 她用了一个塑胶砧板 然后她说她有用热水烫一下 可是我建议各位烫加热杀菌 这个是对的 不过你要给她接触时间 你巴斯德消毒法 也要个十五秒以上 你这样烫过去水一下流掉 可能三秒都没有 你要杀什么细菌 所以她就搞了三次拉肚子 后来我跟她解释说 你的真的水果 你洗干净之后 现在放在熟石砧板 且因为你马上要吃的 那没办法再加热 我们应该定义清楚生石 生石应该是讲的 比方说是海鲜肉类的蛋白质生石 然后其他的蔬菜水果 其实你就是用你一般熟石的砧板 那所以事实上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伸手分开 对 台湾人用砧板用得很凶 砧板什么东西含菌上最低 当然第一名一定是玻璃砧板 他会把刀子弄钝掉 所以大家不喜欢用它 可是大家认为比较干净的塑胶砧板 其实含菌量比木头砧板还高 真的 为什么 可是木头很容易长霉菌 你看它长得看起来就是脏脏细细的样子 可是木头它活在自然界中 它本来就有一定的抗菌能力 它不会因为它去下来 它就没有抗菌能力 有的它甚至有块木浸油在上面 所以它本身就有基础的抗菌能力 塑胶砧板是完全没有抗菌能力 所以你去检测它每次的细菌素 都会比木头砧板高 所以其实即使是塑胶砧板 各位还是要用心的清潔 那给各位看一下厨房里面的细菌 最多的地方 当然第一名一定是抹布 对对对 因为他又潮湿 对不对 那有细密的纖维 又反复使用 然后很容易让细菌长在里面 那切菜板是因为你的食物沾染了它 那冰箱把手就是因为你摸了 砧板上东西再去摸冰箱 这很难避免 厨房水槽是你洗雞的时候 那个水四溅 到处是细菌 那维附的案件 也是因为你手沾来沾去的结果 那灶台就是看远近的问题 越接近水槽的 越接近沾满旁边 堕来堕去 喷来喷去的越髒 那当然食物清洗的时候 要一定要记得 雞要很小心的洗 因为雞是所有的食物里面含菌量 尤其是含抗药性菌种 最多的食物 那最后的食物的调味品 也是因为你摸了摸去的关系 真的 而且我请教蔡医师厨房里头 各种清洁用品 是维持我们这一个家里头清洁当中 重要的一个工具 可是清洁的过程当中 很多婆婆妈妈会发现 真的天天常洗手 手洗来洗去 富贵手各式各样的皮肤病 都会洗出来 真的 其实我们在疫情期间 皮肤科看守的病人 真的是暴增了 因为大家就疫情很紧张 酒精就很认真噴 去每一个地方都要噴 那有一种人就很可怜 他本来手就不是很健康的 在这样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示意图 非常的严重 又是红 又脱皮 又起水化 真的是体无完肤 双手又偏偏又要一直洗 那我讲一个 这要做妈妈的爱的故事 就是我有个病人 她是这个职业妇女 那白天她要工作上班 那下班的时候 她可能就要去买菜 或者说甚至是买便当回家 那家里有老有小 她非常害怕把这些 可能的细菌病毒带回家 所以她买东西回家之前 那个酒精狂喷 就是喷洒得非常厉害 然后回家开始准备东西的时候 她又要赶快再洗手 拼命的洗用 肥皂拼命的搓 所以她每天就这样子 从早到晚 那个手的次数洗得很多之外 家里她又有洁癖 一个空杯子 一个用完 她一定要水槽 就是要保持干净 所以她只要有一个杯子 一个碗 她一定要洗 她不洗她非常的难过 所以她的手真的是就像现在照片上面看到一样 体无完肤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偏偏她觉得自己的手 看起来很脏 她又更认真洗 所以来皮肤科就诊的时候 我们就说 你其实要好好照顾你的皮肤 我们的这个皮肤就像城墙 你一直喷酒精 没有错 是杀细菌杀病毒 但是同时 也把你皮肤上面一些好菌 你的守门员也都被你杀死了 所以其实完整的皮肤就像完整的城墙 是最好的保护墙 所以我们同时给她药物的这个治疗 然后也跟她说 我们要改一下 你可以改用一些 比较具有滋润效果的干洗手 干洗手有一些 她本身会加一点保湿剂 那另外呢 我们说城墙非常重要 所以请她准备一条好一点 没有香味的护手霜 有空就要勤擦 让你的手是完整的 皮肤是完整的 才有更好的保护的效果 真的 那接下谭老师 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也会分享 平常在家里头 怎么照顾厨房里头的整洁跟干净 老师今天要先分享照片给大家看 来来来 我们先看看 老师家的厨房真的很干净 炉台就是干干净净是空的 没有烹调的时候是空的 然后如果没有烹调 你还会盖一块玻璃 这是砧板 这是砧板 对对 因为我是不剁菜的 我只切菜 我不是不会剁那些什么鸡肉 你不会在那边剁鸡 不会不会 所以我用的是玻璃砧板 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的锅子用完 会把盖子打开 让它可以通风 对 而且我所有锅子用完之后 会马上擦 好 而且蒜锅也要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 一定要擦干净 要不然你如果说上面还有水分 你没有擦干净的话 其实那很容易长霉 好 然后另外一个不容易处理的是抽油烟机 是 老师是只要一烹调抽油烟机就会开 是 但是你做完 把它关掉之后就会立刻清洁 对 我是每次都是立刻清洁 但是我的这个抽油烟机其实已经被我擦得有点生锈了 对 但是就 因为这个我已经搬到这里九年嘛 在这里用了九年 但是有一些地方会有生锈 但是是没有油烟 来 老师刚刚热锅热油 炒了一点点的鸡肉 对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角白笋 跟一点点的豆 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少量的水让我们的食材可以焖熟 对 好 老师今天很特别 今天当然待会还会有一点菇跟蛤蜊 可是老师很特别的是准备了这一碗是 这个是没有油的青酱 什么叫没有油的青酱 主要是打九层踏 对 然后跟橄榄油 然后让它油跟那个香料融合 是 然后你没有额外加油 但是你把坚果打碎 对 因为坚果里头也有油脂 是 好 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食物料理机 在你烹调之前你备好了这一个食材 然后九层踏当然要干燥了 对 然后你就把它打碎 对 好 所以这一碗看起来很特别 是我们的健康的青酱 好那除此之外老师再请你继续分享 刚刚讲说你的习惯就是小家庭要吃健康 所以自己做 但是能做的过程尽量简化 是 那所以常常做一锅料理 那一锅有多种营养素 小家庭就是当场当天就把它吃光 不要留一大堆 对 然后再来你做完所有的料理的过程 你会顺便把当场流理台 这一个油盐机 锅具都清理干净 是好那清理干净的过程 我们厨房里头有很多像这种这种科技海绵 我承认我常用 因为它刷脏的东西真的很干净 然后再来光是刷洗的刷具 像这种不锈钢的 有些时候你要是弄脏的 真的它比较厉害 然后普通的碗 大概这种这一个海绵都还可以处理 那老师 我们现在这一个本制作团队经常使用的 这一些清理工具当中 有哪一些你会用 那你会怎么用 其实科技海绵 我是不会进厨房的 因为这个怕有三聚氢害残留 所以我这个是在浴室里面才用 那剩下的这个 其实我大概只有用到这一个 因为这个边可以洗 那种不沾的涂层 这边的话就可以不锈钢 但基本上我很少用清洁镜 因为我就是这个炉台 比如说它热热的时候 我就直接就擦了 但是我现在会用一些 就是用一些过碳酸钠 这个叫过碳酸钠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类似小苏打粉的粉状 但是它不是小苏打粉 对 然后它很好用的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喝咖啡 那有一些咖啡会沉积在杯子上 然后那个颜色很难洗 那我就用它 然后就是加在水盆里面 然后就先把那个脏污的碗放进去 然后就把水加进去 然后稍微加热 这个要加热 要不然它的效果不好 然后加热之后呢 你可以泡一下 你就发现那个污垢都不见了 然后呢 这个你就把这个盘子拿出来 这些拿出来 然后这个剩下的水呢 你就拿来擦这个炉台 擦这个什么都很干净 就是比方说尿理台 厨房里头的墙壁 所以首先你烹调就不要过度油腻 那你的清洁也会比较容易做 再来你就尽量用比较健康的这个做法 然后维持我们所有器具跟锅具的干净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不用再特别的去烧它 去这个它后面太复杂的处理 这样太累了 那我们煮蛤蜊的同时 老师我再问你哦 你刚刚讲的是 比方说因为你的锅碗瓢盆的 事实上没有那么油腻没有那么脏 那所以呢 这一类的洗剂呢 比较健康安全也可以达到 对 可是像抽油烟机好了 抽油烟机就是有油啊 那你怎么处理那个油呢 因为油常常不好去制 你只要每次用完的时候 我现在有一个那个高压喷污污的 就是它会喷出热水来 然后你就让它转 就是你煮完饭 你不要把那个吸油烟机停掉 我们要继续抽五分钟 那家里的油烟才会少 然后呢 你就把那个高压喷雾水 就对着那个抽油烟机的 让它去 就对着它喷 然后你就会发现 它很多的这些水会掉下来 然后你就到时候就把这个 它有一个机油的拿出来洗 就把它拿出来洗 对 然后你就顺手把用布把那个风扇擦一下 有水质的话擦干净 其实很干净 好 就是你天天清你就会容易清 对 那你如果你吸了一段时间的油垢 就会很难处理 对 真的 好我请教一下刘医师 刚刚谭老师是分享 他尽量简单 然后健康的所有清洁厨房的 这一个方式 那厨房里头的清洁剂 事实上是很多婆婆妈妈的帮手 因为看到清洁剂去物质有的时候 是很爽的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擦掉然后就有一种哇 焕然一新的feel 但是清洁剂有些时候真的有可能对我们人体有伤害 其实阿贴卡那边写个无烟的盐酸 那事实上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清洁剂 有的是会产生烟的那我们最记就是各种的清洁剂混在一起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我举一个我之前的例子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因为这样曾经送到急诊 差点被我插管 那我们急诊大家有去过急诊都有经验 急诊分轻症区跟重症区 你如果不幸被送到重症区代表都是有问题的 才会直接送到重症区 然后这个五十岁的妇女他是说他们说他呼吸船就被送过来 那送到急诊的时候你就想说为什么五十几岁突然间呼吸船 然后面跟着他的那个EMT就是消防员拿两罐 一罐是盐酸 另外一个是闻起来有点像是漂白水之类的东西 不明的一些清洁剂 这位妇女他为了家里要清洁 他就把这两个混在一起道 混在一起道就不幸产生那种毒气出来 产生毒气的最大问题在于说 有些人会对这种气体会比较过敏 叫做过敏性的一些休克 那你就会造成最大问题会造成气管整个扭起来 而如果扭起来怎么办 那你就要插管做急救 他因为这样子吸到那个毒气后 他就没办法呼吸了 那赶快送急诊 我们赶快用一些支气管库床剂使用 那我那时候已经跟家属讲说 这个我们再试试看 这个不行我就直接插管了 那好加载 那个支气管库床剂用下去 他的症候慢慢好一些才ok 所以我们这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几个东西 第一个家里的清洁剂 第一个重点是不要混用 如果你在不同的 不要自作聪明把A跟B混在一起变成C的 甚至我们都会讲说 你如果A用完以后 你可以等一段时间再加B再用 你不要两个同时间弄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像是类似什么双氧水 跟醋子这种东西不要混在一起 因为他都会采些一些有毒的一些气体会很不舒服 第三个就是漂白水 原则上尽量分开来用 对你漂白水跟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盐酸这些混在一起用 会让你会很不舒服 大概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漂白水用的过程 你真的要开窗户或者让他通光 你真的不能整个密闭房间 通通都是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闻久了 真的会有问题 所以就是说洗剂跟清洁剂 逼不得已用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个原则跟方法 那同时我们谭老师的蛤蜊也开了 刚刚的那个青酱 就可以着量加下去 对 因为我没有加盐 所以我们就青酱整个就下去 这样味道会比较浓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他跟一般的这种料理不一样 就是他里面加了腰果 那我觉得在里面有不同口感东西 吃起来觉得很有趣 而且很香 腰果在里面把它炒一炒之后 加热一下 最之它有一个香味 那当然大厨在主厨的时候 他就不会犯我自己常犯的错误 就把那个蛤蜊煮到牛 你知道吗 他那个蛤蜊煮起来都还是胖胖的 这样吃起来就很juicy 就很好吃 不过说起厨房的这个陷阱的问题 我有一次去帮人家检测那个新房子 落成那个房屋 那我们整个都查完 最后在客厅那边做最后的检测的时候 因为已经到十一点半了 人家的太太就进去厨房准备煮饭 他们家要开火 就他一煮饭 结果我在客厅拿了那个甲醛监测器 就叫起来 当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来回去上那个学术网去找 英国的研究做过说 他说如果我们用像沙拉油 或这种蔬菜油 这种所谓的多元不饱和脂肪 对 他产生的油烟 对 他喂动物很好 喂动物比动物油好 可是一旦加热之后 他产生的甲醺权 丙权 乙权 这些毒物权 全部都是来物产生一堆 都在空气中 都在空气中 所以为什么说 大家建议大家说 这个排污烟机 有几个东西要注意 第一个是要装的 第一要有测烯 那要早开晚关 你不要秀营 嫌他吵 你不喜欢用他 他就伴害你的肺 早开晚关 就是说假设我要煎蛋 我先开 开他之后再开始开炉火 然后热锅热油去煎 然后晚关是说 我蛋都煎好了 然后我生吃搞不好 已经拿出来吃了 但是我那个抽油烟机 让他多转个三五分钟 让他吸一下周围 其他的油烟 对 因为你注意看看 你们家里厨房 有人煮菜 煮个麻油机 客厅相闻三里 对不对 所以代表气体 都跑到客厅去了 那怎么可能一下关掉 气体就不见了 当然要把它回吸 回来排出去 这才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家庭主妇的 这个肺部的保护 而且另外一个统计处是跟我们讲说 不抽烟的厨师 他得肺癌的机会 是童年人的男子的五倍 不抽烟 他只是因为厨师的关系 他就是五倍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厨房里面很多东西 其实是有毒的 值得大家去注意 那我还看过一个更悲惨的 就跑到急诊室的个案 他就是厨房的水管 因为老是有菜喳等等的 就不通 不通他就DIY 因为请人家家的 要好几千块 DIY拿那个什么热的 就给他倒下去 搞半天再倒水也没通 等半天还是不行 他后来就想说 那减的不行 我就要来酸的 这听起来很合理 不容易减就容易酸 一般化学玩意 他就真的拿那个白醋 就给他咚倒进去 然后呢 然后酸碱 他有听到声音你知道吗 他有声音 那就过去看 結果碰 喷出来 就喷到眼睛 因为那个是有声音 就是酸碱中 他会产生气体 就跟炸彈爆炸药爆炸 一样 产生很多气体 就一下喷出来 他刚好去看 砰一下就喷到眼睛 他眼睛瞎掉 所以其实厨房里面 很多东西 他是有风险的 我们随便举 洗碗筋 还算是实时有界面活性剂 常常用比较单纯的 野脂乳去做 他风险不是那么高 只是你吃进去 会拉肚子 就这样而已 可是你的瓦斯炉 跟排油烟机的清洁剂 一般都有相当的碱性 因为要去除油脂 所以他要有相当的碱性 那碱对皮肤 跟对蛋白质的伤害性很大 所以你操作这些东西 务必要戴口罩 要戴手套 这是免不了的 那最毒的就是通水管的药 那我一般建议 家里真的不能准备 这个东西 因为气氛的时候 有人去喝他 然后不小心给小孩弄到 玩到 都是很大 所以这个东西最好保在店里 放在店里面 你家水管不是常常不通 你偶尔需要才去买 不要真的把它放在家里准备 这个太危险了 我看过太多这种惨剧 而且一旦这个东西 一旦腐蚀进入食道 其实好不容易完转 怎么搞都搞不完 那地板清洁剂本身 他大部分都是食油的一些制品 那他本身对于我们的脂肪 皮肤上的脂肪 有很强的侵蚀性 那甚至有时候为了要杀菌 就会加上一些漂白的成分 那建议大家 如果漂白成分安全一点 就买氧系的漂白成分 他就像你的双氧水 类似的漂白的动作 而不是像氯系的漂白成分 他比较 坦白讲是比较毒了 那门窗清洁剂有时候会增加 他的光量 他会加二甘醇 二甘醇本身是一个神经的毒物 因为他会从血脑脏壁渗透进去 所以吸多了 事实上会有些人意识不清 等等都发生过 那新的家具 有时候买新房子 当然一定要有新家具 可是你要小心 如果你买了 在现场闻到有味道 你不要取回家 为什么 因为有味道的都是不对的 空气没味道 氧气氮气都没味道 而且这个味道 通常常见的是致来物甲醛 所以在家里曾经有被报告过 会存在多久 你知道12年 那当然另外一个问题 在洗衣间里面有问题 洗衣精 台湾洗衣精 有时候做得很复杂 有人为了让你的衣服洗得很漂亮 甚至违法添加 迁移性的荧光剂 那这个迁移性荧光剂是致癌物 那当然还有人会添加什么 杀菌的成分 甚至有人添加过农药 你知道吗 以前出满的洗衣精里面 其实含有的就是农药 所以其实使用这个东西 我觉得单纯就好 去除油污 去除味道就好了 那柔软精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定香剂 我跟你讲 我们常在 我在这个门诊 检测人家的这个体内的环境荷尔蒙 分类的 常常出现在洗衣精跟柔软精里面 在台湾人体内 大概二十几percent 有分类操量 所以是很常见的操量的一个毒物 他本身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他会影响女孩子的这个生殖系统 那他本身被报告 跟你的肥胖有关 那甚至于有一些关联性 跟你的乳癌 跟卵巢癌有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谨慎使用 不用买那种的香道 共共胖黑 不需要这样做 最后一个是很多人 为他洗 觉得洗衣槽 都现在很多宣传 洗衣槽不干净 很多细菌 所以很多人动不动 就一定要去杀菌 他那同样道理 请使用活氧 含氧系的这些漂白剂 杀菌剂 比较安全 不要一定要含氯的 这个东西含氯的东西 毒性 持久性比较强 那我请教罗医师 罗医师也是一个忙碌的职业 妇女 那但是在家里头 要照顾家人跟这个小朋友 那通常罗医师也会推荐 自己常用的清洁用品 对 然后我之前的话 就是有一个经验 就是去长辈家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帮忙盛碗 就发现他们家碗 怎么每一个都油油的 然后想说可能是长辈年纪大 洗碗洗不干净 后来吃完饭去帮他洗碗的时候 还发现说原来这个长辈 他就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 那他觉得就是用洗洁精 一个就是污染环境 然后一个就是怕有残留 所以他洗碗 他是完全不用洗洁精的 然后他就是只用清水洗 洗完之后放在那个烘碗机 然后有紫外线杀菌 然后烘干 他就觉得这样就OK了 可是因为那个碗上面 长期其实残留着那个万年的油脂 所以你说油脂再去盛装热食 饭也许就融进去里面 那长期吃下来 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个问题 其实也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就是在中药上面来讲 比较常用的一个清洁杀菌 大概就是有一个是橘皮 那其实网路上很多就是橘皮去泡醋 或是小苏打水 都可以去做一个清洁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中药我们有个叫做造夹跟造角刺 那这个的话他们都是豆科植物 这个是造角刺 它是树上的极刺 那这个是造夹 就是成熟的果实 那它的名字叫造就其实肥造的造 它这两个的话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清洁的功效 那这个造角刺的话 它要怎么清洁 对 它有清洁的功效 我们比较常 这个它清洁的功效比较弱 所以我们会把它用在 它有抗菌 杀菌的一个功效 然后我们就会用它像皮肤痘痘 这样的疾病 然后那这个造夹的话 它的效果会更强 然后在中医古籍 它是写说什么杀精 堕胎这种 然后是那个什么中风 就会有癌症 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 所以它其实是有毒性的 那古时候的人是把它敲碎 敲碎了之后 然后把它用那个 放在水里面热水煮 煮出来的那个 就有类似这样的肥皂水那个状态 然后他们因为肥皂水不方便携带 古时候的人会用面粉 然后加在里面 然后霍一霍 然后变成像丸子一样 就变成古时候的肥皂 然后就拿来洗身体洗脸 就古人的罩是这样子做出来的罩 那我请教一下蔡医师 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清洁用品 都会标榜环保 不过标榜环保 其实事实上并不一定代表着天然 对 这个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 就是看到环保就觉得说 这对皮肤是百分百OK 但是它可能不知道说 有时候是行销诉求 可能这一罐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是 这个制成是环保 可是它有添加其他很热闹的东西 那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门诊的案例 有一个妈妈带两个小孩 一个一岁一个三岁 常常来看皮肤湿疹 一下这边养一下那边养 那这个妈妈就说 我已经很用心照顾他们了 医生他怎么 这个好了 这个月好了 下个月又换他 老师那边两个人皮肤抓来抓去的 那他说我都给他洗的也很注意了 穿着衣服也很注意 那爸爸就说 对啊 我老婆都说他用最好的最贵的 他有参加那个妈妈社团 有推荐这个最顶级环保 这个叉叉的这个洗衣精 而且小朋友的衣服 他怕洗不干净 所以他特别都倒很多 所以当他倒很多的时候 他不一定洗得干净 那这个东西 虽然他的这个洗衣精 像刚刚姜醫师也有讲 他基本上界面活性剂要加 那很多厂商 其实他没有那么有良心 可能就是没有错 他里面某些成分是环保制成 是这个成分是很好的 但是他其实可能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那些残留的东西 如果说你没有洗得很干净 反而在你的衣服上面 对你的小孩的皮肤 它是一个刺激 我们这边有一些天然的清洁小法宝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也蛮喜欢小苏打的 那小苏打其实它是一个弱碱性 然后呢 它也有除臭的功能 像我有时候会在我的鞋柜里面 也摆一些 然后在厨余上面撒一点 其实那个味道就不会那么这个明显 那再来它也是非常非常天然 而且很便宜 非常便宜 然后再来那个肥皂的部分 其实它是一个碱性的 那大家其实常买到那种 咖啡色的这个肥皂 它其实像是水晶肥皂这个 就是这种嘛 我有看过有人把它削 削成那个屑屑的形状 然后再融在水里面来做一些清洁 对那其实也蛮方便 而且它也很便宜 然后再来这个白醋的部分 其实醋就是厨房里面也常会有嘛 那我记得谭老师之前也有分享 其实醋在一些清洁上面 它是一个弱酸性 然后它也有这个 些微抑菌的一个效果 虽然味道有一点酸酸的啦 但是其实它清洁效果 杀菌效果我觉得都还是蛮不错的 那最后就是柠檬 尤其盛产的时候 柠檬的味道又很好 那柠檬它的这个皮 还有它这个酸 它柠檬汁挤出来 其实对一些碱性的污垢 效果也都是蛮好 那像那个我们常常烤箱 真的超脏的 这个柠檬汁我觉得就是一个 好帮手 对就是像烤箱啊 或者微波炉 有些时候难免有油腻嘛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喜剂 那同一时间 秋香老师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是 那一般做猪排 比如说像奶酱猪排也好 或者是像那个 陈老师的清酱的料理也好 都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省时间 在做什么 省下时间要记得看我们的节目 真的 然后呢 你可以从中间学到很多的技术 跟一些料理的窍门 那重点就是说 我们一般在做这些料理的时候 很多人会过度烹调 那我就很简单 比如说像他们会像猪排 就为了要嫩会夹嫩精 那我就很简单 我就做什么 我就直接泡牛奶 一般是气喘比较缓解的一个季节 怎么会在七月的时候发出 他就说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最近每天都在喷酒精 气管过敏 气喘的人 他其实很容易会有些不舒服的状况 半夜气喘就口渴 就拿起来一喝 后来没多久就肚子不舒服 这是他们工业用的东西 我一听就完了 以前我们刚刚做完电脑断层 已经发现 胃都已经穿破了 把牛奶泡着就好了 就是简单的里脊排 然后它泡着普通的牛奶鲜奶这样子 是 少量就好 它就会嫩 是 那你看我泡了牛奶 我连调味都还没有调 你现在沾的是普通的面粉 是 那你就是 这个是猪排变嫩的秘方 对 那你如果要它更嫩的话 你可以沾什么 你可以沾优酪乳 优格 它就会更嫩一点 但是因为沾了优格 它会有一点点甜味跟酸味 所以你在煎的时候 可能会炒回修 所以你的动作就要稍微快一点 好 那这个牛奶通常你要煎 这个猪排的时候 要泡多久 20分钟 最少 20分钟 20分钟 那如果说你 你刚好先泡好它 然后来处理其他的配料 对 那如果说你 你要去上班前 你把它泡了 然后你放冰箱也OK 它其实泡久了是没有关系 记得就是一定要放冰箱 你只要离开冰箱就不行 这样子 因为牛奶跟这些生肉 都是非常的 就是容易坏掉 就是要保鲜 对 蛋白质的保存很重要 是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是整个下来的以后 那火烧可以开 稍微打一点 然后就洋葱就可以下来了 OK 把洋葱放下来 所以我们先煎它 但是其实还没煎熟的时候 洋葱丁就可以下来拌炒 是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洋葱等于是爆香 那有很多人会喜欢就是 我一定要把它爆到很香 那你在爆香的过程就有油烟 那如果有油烟的话 你不去洗它的话 就是如果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今天我煮了饭 然后下个礼拜我才会再煮 你靠近那个抽油烟机的时候 就是超油烟 对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养生好习惯 马上把它就是擦一擦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边爆香 洋葱的时候 我们的饼鸡排可以让它翻面 是 那刚刚因为裹了一点点少量的面粉 它就很容易定型 是 那我现在翻面了以后 我这个时候 我这个就可以这个 就是一个一点点的大蒜 然后一点点的红葱 一点点的蒜末 一点点的红葱头 让它底香 是 然后我就把它这个胡椒 黑胡椒 对 就加进来 这小朋友就是蛮喜欢这样子的 一个奶奶的一个味道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今天准备的就是有这个 这是松露酱 好 松露酱 但是我松露酱要下来的时候 我给它放在中间 那 松露酱加热有的时候 它那个酱香才更明显 对 好 所以我们让它炒一下 是 那我就顺便把这个牛奶也加进来了 所以刚刚一部分的牛奶 来泡了朱里肌 因为里肌是瘦肉 可是这样泡过就会嫩 就很嫩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牛奶 现在加进来 我整个闻到那个松露奶香 松露很香 超香的 是 好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们如果家里 你今天有一个 我等一下把肉拿起来 那有一些汤汁 你可以再加一点牛奶下去 你就用一个换下去 就做一个炖饭 有道理 所以如果家里头有小朋友的 你炖饭炖面 你也可以用这一个剩下的酱汁来炖 是 那现在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要把脾胃固好 大家都讲就是脾胃好的话 其实你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所以我会加的山药 新鲜的山药 我们把山药切小丁 然后九层塔 九层塔 我现在一直闻到那个松露香 所以松露酱会做的话 其实你很容易复制出那种欧式料理 是 因为松露有咸味 所以在这边你的盐巴 也不要太多 对 也要灼亮就好 然后因为松露酱有咸 这个这是起司 起司丁太有咸 所以你也是灼亮 但是起司会让我们所有的酱汁更浓郁 更浓郁是 好 那我现在其实像你的锅子 如果说它的导热好 蓄热好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熄火 就把它熄火 熄火给它焖一下 它就熟了 它起司就会整个就化开 那在这边我再讲一下 就是我家里的华宝 好 这个 这一条就是我带来的 好 那这个呢 这条看起来很大条 对 那因为我们去买的时候 它有一种颜色很深的 那很深的那个 它就是放得更老 那那个纤维就会比较粗 比较老比较粗 对对对 可能就会刮伤那个锅子 那我这个就是比较 像这边很暖 所以我们在洗碗 如果说你今天大量洗 你要用清洁剂去洗的时候 洗碗了以后 我们的大部分的人 就是这样子断断 其实是不干净的 你会发现说你清洁剂 其实是会附着在这个碗里面 所以我都会用这个 就是切大块一点 然后再去洗一下 那或者是说我今天只有两 所以我们这个家里 会有两三块这样 如果我今天 我只有两三个盘子 我还要用清洁剂吗 不需要 我就直接就水晶回照 然后就用湿了 然后水晶回照 抹个两下 然后洗了 然后就很干净 就会很干净 那以前我公公在的时候 就是说 他可能会附身骨 其实这是后来我自己发现说 其实不要买那么老 你自己要搓身体 其实还蛮好搓的 好去角质 对对对 因为你用那个抹 就是在洗的那个抹布 他有些时候真的 太粗了 藏污纳垢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买比较嫩的 这种这个菜瓜布 这算是丝瓜布或菜瓜布纖維吗 这是真的就是纯天然 好 那这个已经好了 我们来看我们的白酱 我们白酱气质融化就好了 对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拿起来咯 好 那我们再来试吃咯 其实我们在家煮 鲤鸡的话 给小朋友吃 其实最怕就是煮得又干又硬 我们煎一煎 其实都会变得很硬 那清洁老师说 泡了那个牛奶之后 口感真的是变得又软 然后又滑 然后再加上它有加那个山药 那山药本身有健脾 有顾沸 然后吃的时候 又有那种脆脆的口感 然后再加上那个松露酱的部分 就是在短时间之内 就是像我们做出了那个餐厅 才吃到的那个口感 我觉得各位妈妈在家里 真的可以试试看 煮给家人吃 一定要很高级的一个料理 那我们今天涨到就是 就是清洁剂的部分 那我大概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妈妈 她也是就是来看主要是气喘 因为她其实以前就是看气喘 然后她是说 她在生完小孩之后 就开始改变体质 就开始有气喘的问题 那她现在大约是两到三个月 会发作一次 那她七月来看诊的时候 她就说她最近变得很严重 每天都在发作气喘 甚至会到那种 有那种呼呼的声音 那我就想说七月明明是很热的夏天 一般是气喘比较缓解的一个季节 我就说你怎么会在七月的时候发作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最近每天都在喷酒精 因为要消毒 每天喷手喷手 那个气雾 就这样子吸进去 然后对其实有 那个支气管过敏 气喘的人 她其实很容易会有些不舒服的状况 那我就建议她说 那你可能要喷的时候 你就尽量选择她喷出来是水状的 不要是雾状的 减少你吸进去的一个比例 然后再来的话可以多吃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山药 或是像是百合 还有就是像燕窩啊这些 她其实是比较滋润 我们的呼吸道黏膜 然后也会有一些抵抗一些感染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的话清洁在家里 像漂白水的话一定要通风 然后你用漂白水清洁之后 要记得多用清水 就是擦拭几次 或者像刚刚讲空气清淨剂开着 这也是非常重要 真的那刘医师在急诊室 事实上也遇到过蛮多这种使用清洁剂 结果最后造成呛伤或灼伤的案例 其实我们遇过最惨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 不小心误食 然后这个结局不太好了 不过我要先回应 就是刚刚江医师讲的 这种东西 不管酸性或碱性的一些物质的东西 不要放在家里 更不要放在厨房 也不要放在 随手可取得的地方 因为总是会有人会不小心误食 那我自己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有遇过一个比较蛮悲惨的案例 那本身病人是一个失智的老人家 那长期都在家里 他儿子是一个工人 那他才把工地用的一些简化的一些东西 装在那种宝特瓶 因为就是小瓶装 小瓶装比较好办事 反正弄完以后呢 就放家里的厨房 水手就放那边 那种东西也不会标示是写什么东西 那个病人就晚上的时候半夜起床 就口渴就拿起来一喝 一喝他也没有发现 就味道怪怪的 后来没多久就肚子不舒服 赶快送医 那儿子一跟我拿过来说 这是那个他们工业用的东西 我一听就完了 事情大掉 这个一定很惨 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 吞下去 我们大家都以往认为是 酸性的比较可怕 减性还好 但事实上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最怕的不是酸性 而是碱性 因为碱性它会让你的脂肪给止化 它会一度渗透到下去 所以只要是如果吞了物质的 这种碱性的物质下去 往往结局都不会很好 这个病人的确我们刚刚做完电脑断层 已经发现胃都已经穿破了 那我们找了 紧急找了外科医师 外科医师进来看 就哇头晕 这台刀它开了将近十个多小时 我那天上大夜班 到中午12点钟 再打电话过去问的时候 他说刚开外刀 那这病人其实在楼上 后来住了将近一两个员 因为又反反复复的感染之类的 后来出院 那这件事情以为 我就以为到此就结束了 那比较麻烦是在 我后来过了半年以后 有一天我还上急诊班 就是发现说 他们说有一个刚刚坠罗 跳楼自杀的送过来 过来病例号一打开 就是那位服务 原来后来家属讲说 因为出院以后 其实生活非常不舒服 放鼻微管 然后又过得不是很好 因为他整个吞咽功能会整个大受一下 他做过了半年 他撑不住 他做选择跳楼自杀的方式 就是他没有办法正常的 比方说饮食或喝水 那光是鼻微管 就让他觉得很绝望 很就是 然后最后就选择了亲身 那个生活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印象就是非常深刻 嗯 就是说没想到一个失误 那最后变成致命的结果 那请教一下江医师 厨房里头刚刚讲的 常见的菜瓜布钢刷或者那种高科技海绵 那确实要有正正确的使用方法 尤其是说我们都想说既然过字那么难洗 就搞一个不沾锅 对不对 我们十几年前 母亲姐我就送我那人一个不沾锅 你知道吗 一个礼拜之后我问她说 那个不沾锅好不好用 而且她就是不用油啦 建地油烟的曝露 对不对 表示我的爱心嘛 对不对 她说烂死了 连淡下去都屌 我就赶快去看 她那个买那么贵 怎么会这样呢 就一看 怎么底部被好像磨磨过了 我问她怎么回事 就就我妈妈那个印尼的那个佣人 就是很勤劳了 就帮我们用菜瓜布给她洗过 然后如果你用钢刷刷不沾锅的话 不沾锅涂层 可能被你刷掉 让她刷干净 但是从此之后她就是沾锅了 不只沾锅 而且下面那层可能有致癌 致毒物 下面那个东西暴露出来之后 我就要开始面临全佛性酸的威胁 那全佛性酸 你知道美国人体内有96%人体内 可以吃到全佛性酸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不沾锅 因为美国人厨艺不好 他们没有很多好的节目 好的厨师在教 他们连炖汤 有些时候都用那种不沾锅的汤锅 对 结果不沾锅的结果就是全佛性酸 人人皆有 全佛性酸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第一个会增加打固醇的浓度 第二个会拉高肝脏的酵素 就代表对肝脏有迫害的效果 第三个他会抑制 儿童对于疫苗的反应 就打了疫苗抗体上不来 然后他会增加这个孕妇高血压 跟人成毒血症的风险 最后他跟小孩子的出生体重有负相关 就是浓度越高出生体重越低 而且有剂量关系 就是全佛性酸 每增加一个奈克那一克的话 出生体重小朋友掉20公克 所以既然是有剂量关系 代表可能不只是相关性 而可能是因果关系 所以不沾锅事实上你逼不得已用 你可能煎鱼煎蛋这一类 但是其他的时候 特别如果你要长时间的炖煮 你可能比方说铸铁锅 或者是不锈钢锅 还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他一次干燒就结束了 坦白讲他耐热不较260度 他一次干燒就结束了 那有些人煎牛排还特别要特高温 他才能够煎出那个煤化反应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要很谨慎的使用 而且对他他要像对他女太太那么温柔 不然的话他就会修理你的健康 而且不沾锅如果有刮痕 确实造成他表面的回属 你就换掉更新了 你就乖乖认了吧 真的 今天谢谢江医师的叮咛跟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曼曲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官方的Telegram的账号 那同时我们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code 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